不熟知三国历史的人大多数都不知道庞统这个人的存在 其实庞统也非常的有名 他在三国时期里可以跟诸葛亮并驾齐驱 他也跟诸葛亮一样投入了刘备的麾下 但诸葛亮得到了刘备的重用 可庞统却没有诸葛亮那么大的名气 也没有得到刘备的重用 卧龙凤楚二者得一可安天下 这句话中的卧龙和凤楚指的就是诸葛亮和庞统 庞统的智谋和侧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质量特别是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 他更是可以使出自己十二万分的包容心 也正是因为他爱惜诸葛亮这个人才 所以愿意三顾茅庐请他出山 虽然诸葛亮在对待刘备其他的手下时比较傲气 但在对待刘备的时候 他一向都是有分寸的 可是庞统就不一样了 他就算在刘备的面前也十分的傲气 还非常喜欢自作主张 曾经有好几次都惹得刘备十分不快 第二 诸葛亮和庞统都是一样有名气的人 还同时在刘备的麾下效力 但是庞统却一直没有得到刘备的重用 因此他一直想跟诸葛亮一较高低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造成内部人员不够团结 因此刘备对他起杀心也不足为奇了